文兰郭先生CBA的比赛如火如图地进行,对广东队来说,目前他们也是联赛里面最火热的球队,而且没有之一,那就是,他们已经取得了12连胜的战绩,搞去联赛第一的位置,而且,也是唯一一直到目前为止, 还没有输过球的球队,此外,广沙队输过一场,深圳队输过三场,这样的广东队,也在此带着球迷们极大的希望,那就是,此前已经多次夺冠并创立王朝的广东队,本赛季似乎又展现出一定的冠军气息,而且,对广东队来说,也有一些伤病的影响, 除周鹏,德莱尼的小伤病,易建联之前也应生执行过比赛,但即便如此,广东队依然挺过来了,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比赛, 在如今的广东队,周鹏,易建联,任水飞,赵瑞这样的球员,早已是核心级别的本土球员,至于威姆斯和德莱尼这两名外援,实用性也很强,而且,作为广东队尝试死亡无小的核心阵容, 这二人的表现,还是这关重要的,因为,二人都算是小外援,毕竟,身高都在两米以下,而且,不是绝对的内线球员,在这些球员之外,胡宁轩,杜汶旺等年轻球员,同样有着不错的表现,乃至是进入到轮换阵容里面,而事实上,胡宁轩才20岁,杜汶旺才19岁,更加厉害的, 或许还是目前的胡宁轩,更是进入到国家队的16人大名单里面了,这样的广东队,年轻球员的成长,的确令人羡慕,而这背后,杜汶的打造与新阵,同样是功不可没的, 比如,这一次,因为德莱尼,周鹏等人的轮休,杜汶又挖掘出一名很不错的轮换球员,他就是徐杰,也是今年的一年级球员, 薛杰,身高1米83,和艾福森,保罗等NBA之星的身高,是一样的,而且,他出生于2000年,目前才18岁,但是,他上场之后,却给人一种很成熟很稳定的感觉, 当然,不是绝对的,但相比起同龄人,他的确更出色一些,而最近的一场比赛,他打了27分钟,砍下11分,都是职业生涯的新高, 而赛后的他,也是及时的感谢了杜汶主教练的信任,当然,徐杰表现也并不完美,比如,让其与吉布森对位的时候,其还是有点手足无措,杰连世道四次犯规, 但是,杜汶还是给他机会,给他犯错的可能性,而徐杰自己也清楚,要想立足CBA,其还是需要从防守做起,所以,其也淡然的表示,需要从防守开始做好,目前的他,也在建立,不得不说,虽然身高体重经验都不占优势, 但是,但其有着很好的基本功,以及很清醒的头脑,或许,这也是杜汶信任他的原因之一,如今,随着杜汶对他的挖掘,相信其稳定的进入道轮换阵容里面,也是很有可能的, 20岁小将进国家队,18岁小将表现成熟,杜汶主教练越来越牛了,20岁小将,就是胡明轩,而18岁小将,则是徐杰, 本赛季,他们二人在杜汶的打造下,都展现了更好的灵气与活力,相信随着他们慢慢的成长起来,广东队的未来,同样是很值得期待的。